美國國務院一部升降機 被人剋上代表納粹德國的標誌 國務卿布林肯演責事件 事發在星期一 美國傳媒取得的相片見到 這部升降機機身被剋上納粹標誌 之後被葉移除 當局展開調查 來自猶太家庭 後父是納粹大屠殺生患者的布林肯 向全體員工發電郵 說反猶太主義並非過去 而是現時美國已至全世界的問題 今次事件是一個痛苦的提醒 必須全力反擊 種族主義或其他形式的思想增恨 在國務院以至全美國都不會得到認可 以色列駐美大使說 要團結應對反猶太的情況